5月18日 中共金融業三大協會 在中共央行網站公告稱 提供虛擬貨幣交易服務 涉嫌非法金融活動 金融機構、支付機構 不得開展虛擬貨幣與人民幣 及外幣的兌換等服務 有分析認為 中共再次封殺虛擬貨幣 打算以此多方位謀利 5月18日 中共央行網站發布的信息顯示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 中國銀行業協會 中國支付清算協會 聯合公告稱 虛擬貨幣不能作為貨幣 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代幣發行融資 以及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等 相關交易活動 違反有關法律法規 金融機構、支付機構 不得開展虛擬貨幣 與人民幣及外幣的兌換等服務 財商政經研究所研究員 張經倫認為 中共禁止虛擬貨幣有三個目的 首先 中共一向採用養、吐、殺的陰謀簾財 近這幾年 只是口頭禁止 但實際上暗地放縱 比特幣挖礦在中國的發展 隨著比特幣價格的飛漲 中共開始以非法為名 收繳比特幣 實際上是建財起心 開始搶劫比特幣礦工 第二 中共一向要求對金融市場 和貨幣的絕對控制 而虛擬貨幣 如比特幣等 去中心化的匿名性質 正好與之相背 中共不會任其發展 第三 中共正在推出數碼貨幣 對比特幣的打壓 可以使其強制推行數碼貨幣 天坤政經智囊研究院 任重道指出 中共央行的數碼人民幣 全面鋪開之時 就是比特幣等加密貨幣 遭到全面封殺之際